普吉岛和海南岛,那座岛屿更适合投资,让我们为你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,祝你一次性了解两座岛屿各自的特点,为你的投资决策提供有利参考。 普吉岛和海南岛都是备受国人喜爱的度假圣地,各自拥有独特的魅力。 两座岛屿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方面存在一些差异,海南岛的气候可能更加湿润,夏季受到海洋暖湿气流和气风的影响,空气湿度较大,降雨量相对较多。 而普吉岛位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区,周围被海洋环绕,海洋的气候取到了调节作用,使得湿度相对较低,没有明显的潮湿感。 从交通便利性来看,海南岛略显优势,从中国的主要城市到普吉岛都有职费的航班,以成都为例,成都飞往三亚需要大于2.5小时,而飞往普吉岛需要大于3.5小时,实际旅行用时相差不大,但从国际游客的角度来看,普吉岛更极优势。 普吉岛作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定,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,而海南岛虽然也是旅游热点,但大多数游客还是以国民游客为主。 那么,你会看好哪个海岛呢?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。